热爱号召社区民众打扫的复理乡长江东城 这次来到复理村来号召复理的村民来打扫环境 针对复理村的中山路以及和平街周遭道路进行清洁 热爱号召社区民众打扫的复理乡长江东城 这次来到复理村来号召复理村民来打扫环境 针对复理村中山路以及和平街周遭的道路进行清扫 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内环境品质 促进社区凝聚力 并且推动乡民对公共环境保护的重视 来动员社区的相关的资工 把整个社区的街道 市区街道打扫的幻染疫情 扫街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清理村内的公共区域 道路和各个角落的垃圾与杂物 并对环境卫生进行全面的整顿 慢慢建立起一个社区的生命共同体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期待大家把这个好的环境 持续来维护下去 维护个人我们社区的环境的清洁以外 维护一个社区的一个健康 公所也借此呼吁 向村民推广垃圾分类 以及资源回收的理念 向公所会持续推动这样类型的活动 并且呼吁更多的乡民一起来参加 共同维护复理商的美丽家园 记者高松双复理商采访报道 我们在新闻里面参加 一些总有严重的 FERG 我们在新闻里面参加